這裏看一篇文章 又是來自China Spectator 2015年4月17日發表 China to spend 2.5 trillion yuan o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2015 中國在2015年會花2.5 trillion yuan 2.5 trillion yuan 主要是用在交通基建中 其中有800 billion yuan 用在和鐵路有關的工程 其他有320 billion yuan 就是做一些... 不是 他去年 drain the first quarter OK 在頭一季 現在我們是4月 所以我們說頭一季 就是剛剛今年要投過3個月 已經花了320 billion yuan 在交通的infrastructure 裡面 比起去年同期上升了15.2% 包括買買鐵路之類 也會上升15.8% 如果在路和河流方面 上升14.8% 即是說 比起去年中國大力地 靠用自己國內建基建 來維持經濟動力 我相信 如果是2.5 trillion yuan 如果是六算的話 這裡大約是400 billion USD 如果400 billion USD 這裡會佔了它 是0.4%的GDP 使用了0.4%的GDP 通常在上游 可以有兩倍左右的增長 即是說全國大約會有0.8% 因為這個建設的投資而帶動 而之後的附帶好處 大約是3倍左右 換句話 另外1.2% 可能是來自這個基建造出來的好處 前戰下後 這個宣佈 可以讓中國預計有2%左右的GDP增長 當然 到時做出的結果 我們未知道 但就這樣看看 現在這個2%已經有了 在第一季 中國報告說 第一季的GDP增長是7% 即是 跟官方估計一樣 當然 我只說了 包括了一些 已經少了的錢 看看 到底 中國 政府有幾大決心 是維持這個7%的GDP增長 如果是的話 他的外匯要多花點出來才可以 看看如何 OK OK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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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斧